開學日,爸爸遲都闖校園 昨天就是開學日,身身學子高高興興地重返校園 上學原本是件很開心的事 但在湖北十演市,雲西縣東方小學偏偏在開學日 發生了一件大慘事 行兇者陳嚴富在昨天上午十時二十分首次水果都闖入學校 先後斬傷九名學生和一名教師 兇手後在五樓跳樓自殺 而被斬的學生就有三人重傷不治 另外六人還在搶教中 根據十演公安部所說,兇手殺人的原因 是因為女兒未做完暑期作業 結果註冊時被拒絕 一路之下就令她動了殺機